在祖师大德的叛教当中 把我们整个大乘的成佛之道 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安乐道 第二个是解脱道 第三个是菩提道 我们前面讲到人诚跟天诚 它主要的重点是修学安乐道 安乐道的重点 主要是一种业力的改造 就是我们过去生在流转当中 由于一念烦恼的活动 造了很多杀到淫妄的罪业 这个罪业它有两种过失 第一个 让我们今生躁动不安 你想要去静坐 想要听经 你的身心就觉得躁动不安 这个是罪业在活动 它就会有一种躁动向 那也就是说 罪业在我们身心活动的时候 它会仗我们的道 第二个 在灵中 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失去正念 因为它痛苦的逼迫太强烈 所以 我们必须在人天诚的时候 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是勤修忏悔 第二个 延迟四重 勤修忏悔 是针对过去已经造的罪业 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发露忏悔 历史改过 使令这个业的势力慢慢地破坏掉 沉淀下来 就是说 虽然它还在 但起码它不是一个强大的增长业 这个是第一个 针对过去的忏悔 第二个 针对未来的防护 我们一定要遵守 不杀 不道 不邪淫 不妄语的 这四种根本界 因为你在犯的时候 你前面的忏悔 全部没有效果了 因为一个夜沉淀下来以后 你只要再造作一次 它又会把过去的夜 重新激发起来 所以 你前面辛苦地忏悔 一百天 两百天 三百天的忏悔 甚至于见到好像 可能会因为你一次的犯错 前功尽弃 所以 忏悔以后 你对未来的严加防护也很重要 就是这四根本中介 一定要把它防护住 那么 透过前面人天成的勤修忏悔 延迟四重 我们的身心世界就会产生变化 你会感到身心相对比较安乐一点 比较自在一点 你不会觉得经常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莫名的业力在干扰你 你今生在修行当中 会比较轻松自在 在临终的时候 你也会在一种比较安稳的环境之下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在修行当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我们的业力 把罪业的势力降到最低 把善业的势力慢慢地增长 这是在人天成的一个修学重点 就是改造业力 但这个还不是往生的一个主要内涵 从今天开始 我们介入到往生的一个正面的主轴思想 从这个生文成 圆觉成 菩萨成 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培养正面 前面的改造业力 它也只算是一种前方便 正式的修行 你正是从一个好人而转换成一个道人 就从现在开始了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因为你在修安乐道的时候 你的思想没有太多改变 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去哪里玩 完全没有障碍 你只要不犯四根本中介 在安乐道当中 是可以跟着你过去的习气去走 但是 道了解脱道 就是生文成以后 你开始面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了 它不只是向外的改造业力 它是开始调浮我们无量节来所留下的烦恼 就是从一种业力的修学 而提升到一种正面的修学 也就是你开始变成一个修道人 那我开始事也说